雅各伯书 雅各伯书第一章 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 祝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 我的弟兄们 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 要认为是大喜乐 因为你们应知道 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 才能生出坚韧 但这坚韧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 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 毫无缺欠 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 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 而从不择吃的天主祈求 天主必赐给他 不过祈求时要有信心 绝不可怀疑 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 被风吹动翻腾不已 这样的人 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三心两意的人 在他一切的行径上 一变无定 贫贱的弟兄 要因高声而夸耀 富有的 却要因自卑而夸耀 因为他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一出来 带着热风 江草晒枯 他的花便凋谢了 他的美丽也消失了 富有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上 也要这样衰落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 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 所预许的生命之关 人受诱惑 不可说 我为天主所诱惑 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 他也不诱惑人 每个人受诱惑 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 所耳诱 然后私欲怀孕 便产生罪恶 罪恶完成之后 遂生出死亡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切不要错误 一切美好的赠予 一切完善的恩赐 都是从上 从光明之腹降下来的 在他内 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 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 为使我们成为 他所造之物中的出国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每人都该敏于听教 迟于发言 迟于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 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 因此 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 和种种恶习 而以柔顺之心 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 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 不过 你们应按这圣言来实行 不要只听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 谁若只听圣言 而不去实行 他就像一个人 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 照完以后 就离去 遂及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至于那细察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 而又保持不变 不随听随忘 却实际立行的 这人 因他的作为 必是有福的 谁若自以为虔诚 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 反而欺骗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 便是虚假的 在天主父前 纯正无暇的虔诚 就是堪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 祝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